再把视线转向马来西亚 近日马来西亚网络上流传的一篇题为 红包行情的帖子 这篇帖子不仅划分出了红包价格表 更细分出了接受红包者与包红包者的关系 交情以及备份 并按照关系的亲书远近 给出了不同价码的建议 帖子一经发布 短短数天之内就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本来纯粹是诚心诚意的送红包送祝福 这样一来却仿佛变了味道 其实送红包和送红包 是中国人长久以来的一个传统习俗 红包文化既体现了中国人注重礼上往来 同时也表达了受惠不忘施予者的感恩之心 长辈在给晚辈红包的时候 并不在于钱的多少 而在于长辈对于晚辈的一份美好的祝福 都获得了